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珊 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你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走数4月22日正式启动 不知不觉间 已经实行了5天 虽然说这个适应期有半年 万一有什么大级例事 也不会即时作出这个检控 例如Donkey有盲盒 纸盒藏丝 满城风雨 甚至环保署找大猪鬼 有趣 我看到Donkey有准备买了一些包装的东西 买完给了钱后就给你糖吃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Donkey 都会发觉你买完东西之后 过了cashier之后 会有一些桌子和椅子 让你坐下吃的东西 我觉得是挺好的 这样的话有时生意都会多些 因为有些人可能想即时吃 又不想拿回家 吃完丢掉了就算了 又要定住 又或者可能一会去逛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除了Donkey之外 另一个热点就是这个71便利店 Circle K都好像有得吃这些东西 不过就因为它不是fanchise 因此分店率不及71便利店 我之前也说过了 那个热柜那里 就是买什么腸粉 拌面 烧米 鱼蛋 或者是鸡尾腸 或者叫做芝士腸 短短的一粒 或者施滑力都会有 其实就很吸引人会去买来吃 也会吸引到人会在他们店铺里面 有一些圆菇滑的桌子 即场就吃掉它 再不然有些人可能在店铺里面 可能他未必真正有个地方可以给你吃到 有些人可能会摆一下 因为他有一些叉仔 有些纸巾 给你拿下来用 或者集体回忆 在71便利店就可以冲杯面 现在好像不行了 好像有热水的位置 但忘了可不可以冲 因为自己很老很久没有这样做 小时候觉得能够自己 一个人在便利店冲杯面 都不知多开心不知多爽 要存钱买 因为很小时觉得很有趣 自从兴起这些烧米拌面之后 可以刺激起店里面的生意 可能你闻到很香 又肚饿又口痕 买来吃 现在就麻烦了 会影响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变了管制即器的抄餐举 话说近日便利店已经列明了 店里面的食物、饮品 只是作外卖 不准顾客堂吃 虽然有些媒体都有这样做 翻查食环署的名单 就是说这些什么七仔食当 都是一种叫做食物製造厂牌照 即使他们出售的饮品和食品 都只可以叫做外卖 原则上它是不应该给你吃的 老实说你扎家衣在这里吃 有时发例的东西会不会这么严重呢 最近那次回到香港的时候 在机场的七十一 我还很记得 因为疫情隔了几年 不能回香港 我一回到香港第一件事 就是去到接机大堂 我想大家去过机场的印象 就是那一间七十一 都挺长、挺深的 cashier也有很多位置 招呼大家给钱 因为流量大 我还记得那里有一张桌子 我还买了一个腸粉 再加上维他奶 哇 简直是绝配 这就是正正中中的香港的味道 在七十一里捉一下 过瘾到顶点 可能你说为什么这么特别 我经常吃 当你选几年没得吃 你就会觉得很特别、很过瘾 那种滋味是在心头的 如果大家有吃过或见过 都会看到 你买的什么烧米 它会给一个胶盒盒着 放十粒还是多少 面的圆咕嚕一个碗 如果肠粉的 也早已放入圆形半透明的胶盒里 有个盖子这样热 大家都是明白 在便利店 你会即时在这里吃 甚至乎午饭时间 学生都会买了一些东西 直接在这里吃 一来价钱又不是很贵 随便吃垃圾食物 口垃圾 一餐就省下钱 话说新近的媒体去试一下 原来职员都跟他说 就不可以在店铺里吃 就算不要那个盖 都不行 还会给你一个胶袋 甚至买了什么东西 总之都不行了 虽然你看到70元里面 他们现在有那些 粥制 这些非塑胶的餐具 是可以给你拿的 可能你买完拌面 就在那些桂桶里自己拿 职员都说的 就是说 胶盒的东西 就一定要外卖 就不可以堂食了 可能记者都再问 有一张桌子 那是不是不可以 现在就不可以 因为糖食就不可以有胶 所以出现了之前 Donkey又说可以 究竟要怎样 其实Donkey的情况也一样 如果你说他可以买一盒盒的寿司 然后坐在他那里吃 为什么71又是不行呢 如果这样的话 又怪不得 较早前江玉欢也说 Donkey应该是不行的 不可以在他们的铺铛范围 就这样坐下 吃这些塑胶盛载的食物 所以搞到店饭煲这么大 71是不是不准备呢 会不会跟着隔几天 出来又说大浪费 跟你说可以呢 变了就很惨 你说不要胶盖 不要胶袋 都不行的 有些职员就硬去照给你 因为有些店员都很好 就说71方面 还没提供纸的盒子 或者给他们的 你想想也觉得离奇 我经常觉得除非纸的盒子 它里面有一股coating 这样你的拌面就叫做拌得到 如果不是 其实纸盒都已经吸收了你一股汁 我不知道 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好像融入纸里面的东西 出来给你吃的 其实长齿就等于吃下去 对不对 还有那些纸的餐具 又很难用水冲一下才会融 还有已经煮给你了 我们另一节也有提到的 原来处理不当会有发毛 还有会扣掉一些书虫 即是布泥会出来的 老实说 这间铺这么窄的话 请问你怎样可以叫好好 妥善地收得到它 现在还好笑 我看到那个回复画 这些纸的餐具 或者叫竹制也好 什么都好 木、借渣等都可以 总之来到你要好好地封回它 就是等于这样 我一箱送到来 可能每100个 有一个透明袋 这样捆住它 那你要拆出来 可能你没有那么多位 可能你50个50个这样放 那你剩下的那些 它是叫你封回它 那怎么办 有空又拆开 有空又封回 有空又拆开 有空又有空吗 大家用纸皮箱 随便盖住它就算了 所以现在就一定不可以堂食 其实职员也算是这样 它说帮你包起海 你喜欢拿去哪里吃 因此其实 七十一就是一些丁丁的饭 不可以在便利店里吃 我记得以前最初出的时候 有什么排骨饭 或者有这些什么凤爪排骨 或者这些丁丁 就是波仔饭 有没有在七十一买的 类似什么龙凤茶楼 我记得他们叫做 什么福建炒饭 揚州炒饭 有很多圆块有米粉 因为它那个 把揉微波炉的那盒 一定是塑胶的 这个东西 即是连这些 在店里面都不可以吃了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这些东西很惨的 有时候一般小市民 你可能要出去做事 自己都试过这些情况 下雨也好 或者做事做到差不多 从未去下一个地区之前 看到七十一有些肚饿的 又不想去大家楼大发会那些吃个饭 因为时间不够 你又要拿 又要排位吃 然后又要到店铺 可能要排队 七十一就最快了 在里面试一下试完 试完就直接扔掉 现在的感觉不太好 职员说你不能在这里吃 你出去吃吧 你出去怎么吃都可以 其实七仔都有回复 现在的食物和饮品都是外卖 老实说如果它是咖啡 奶茶或者热巧克力 因为我记得现在的七仔多了很多 有咖啡机的 可以给你买杯咖啡 那我不要胶盖 那我即场在这喝 那行不行呢 城市里面来说香港地 这么急速 未必客户都可以去坐下 什么Starbucks、McCafe、Pacific Coffee 茶镜更加不好 因为你又要他来招呼你 又这样又那样 又好像阻止他的位置做事 就不方便坐下喝杯东西 想口气快手的话 便利店是一个好选择 挤几粒烧米或腸粉 当是填肚子 让自己心灵加油站安慰一下 不是没有钱吃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这是一个香港人的一种习惯 再者 如果你说要我买了 然后再拿去其他地方吃 老实真的会减低生意额 你想想 如果有些西装油 或者OL也好 什么都好 只不过离看71 口痕想吃几粒鱼蛋 鱼蛋就容易一些 你说腸粉 又一坨脏 又怕弹到衣服 你说鱼蛋也可能会 辣椒油 你可以不加 吃几粒吃几粒就算了 殊不知你又说不准糖吃 即是在店里面的高桌吃 那你就变成了有些人 你又不方便定住 那个胶袋 有一袋鱼蛋 然后又要再去哪里 找个地方吃 没理由拿上人家公司吃 这些通常点对点的时候 就会去吃 除了学生之外 如果打工仔一族 我觉得比较多是这个情况 以前自己久不久都会 跟同事去七十一买东西的时候 顺便摆几粒鱼蛋 吃一下才走 腸粉 摆完才走 当是下午茶 其实挺过瘾的 如果这样的生意都没有了 我之前也说过 这些热食的收入 不是拨归于老板 近年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但如果这是对七十一来说 是一个赚钱的方程式 他怎会下放这件事 就给老板他们去赚 我之前那一节 我都提过 很早之前有一段时间 因为你说这么笨 你都会给七十一 摆过这些熟食的摊档 在这里 即是七仔食档 吃了你店铺的位置 但是你是不得不敢做的 如果你给了我 我可能也会这样 因为就是这个食档 人们来买咖喱鱼蛋 可能吃完觉得很辣 想买多一瓶到地绿茶在那里喝 像我那样 你买了一瓶腸粉 但是你会买多一瓶维他奶 那瓶维他奶的收入 就会贝归于给他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我连这瓶维他奶 我都未必买 周围都有 因为七仔要这样两样搭 才会过瘾 你只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整个拌面 加一个维他柠檬茶 阳光柠檬茶也可以 所以你会是一个绝配 你两样搭配才会过瘾 如果没有了 不能这样吃 有一部分 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 想着行京吃一吃 吃完丢走就算了 这类人没有了 就会连带他做其他饮品 或者连带其他东西的生意 都没有了 等于这样 你叫他OL 他在吃完烧米 或者吃完鱼蛋 可能觉得嘴咋味 买一瓶烏龙茶 沖一下嘴咋味 好像也不行 不如买一些香口猪 吃完嘴咋味就香 就带动他赚了几十元生意 如果变成这样 又是麻烦 所以觉得很惨 变成双输 市民没有了一个加油站 学生哥 没有了一个快闲快食 省钱吃东西的好地方 如果便利店生意都不好 或者没有以前那么好 变成他们又赚少了一笔 又要被那些旗子吃东西 那便骑了在那里 可能会转到那些纸的餐具 或者是借渣 木 粥等 那些盒子 会否转到什么质地 如果到时候 如果真的转了 这段时间已经是伤害已成 即是钱已经在亏了 已经做少了生意 可能现在有些人照买 买了才知道不可以在这里吃 在这里吃的可能会令到那些职员难做 对吧 现在这个叫做走数 我明白 这样的话 七仔就会有机会 制造少了这些塑胶 废物出来 因为少了人吃这些 最终是否只有陆令行动赢 即是只有他独赢 我自己的感觉就觉得不太好 如果政府常常说参考其他地区如何做 其实不是说赞台湾好 只不过是别人的处理方法 他会给你在店里吃完 他也会准备一个位置 就是那些垃圾桶 有左右两边 就会是回收这些循环再做的物品 你扔掉一袋之后 就会有专人再处理 可能你有汽水罐 可能有饮品的瓶 可能有吃饭的那些盆 即是怎样给你充分 或是怎样有机器 就是会存在一堆这些东西 慢慢再去做回收 循环再做 循环再做 用来做什么的产品 这里不是我们今节要讨论的东西 即是有时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叫做矫枉过正 矫枉到一个位置 连我们的生活习惯 或者我们的生活 都会带来一些不太舒服的影响 长此来说 对于地球的生态不好 还是怎样 我明白 但如果你也是那句 回收循环再做也好 其实又不是这么妖魔化 那怎么办呢 难道我七十一这样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 再绝一点 你自己就带一些非塑胶的器皿 那你买了一碗 腸粉 或者拌面 甚至乎那些鱼蛋的时候 你一买完 立刻倒进自己那里 或者你带一个盆 给他 你和我夹那些烧米鱼蛋 在我的盆 接着我就在店里吃 那行不行呢 不过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又要定着盆 又要什么 又有什么 是很麻烦的 然后整个得日 你又怕他流石油 又有什么 又有没有地方 让你冲一下 又有什么 所以整件事是很疯的 现在香港的 大家找食艰难 我意思是只是 找钱的情况艰难 这么多地方倒闭 又生意不好 又有很多 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看到这段时间 香港下雨 大家都好像特别抑郁 觉得 哎呀 为什么又下雨 搞得出不了 又有黄雨 怎么也好 下雨又不是说是坏事 都是好的 否则水塘 处水就不够了 我们不可以只依赖东江水 对吗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市民已经这么辛苦了 连在71 吃烧米 吃拌面 都不行 我不知道 我的感觉是挺怒气 所以我看到记者已经很隐让 如果比起我 我会觉得很不开心 我会宁愿不吃 已经没有了那种乐趣 尤其是那句 叫他出去吃 我不知道 我听到那句 感觉就不太好 但没办法 因为始终要遵守法例 希望他们能够改用另一些餐具 或者一些器皿 让大家可以继续在里面吃 就会更加好 究竟为什么Donkey可以 但七仔又不可以 那后天七仔会不会可以 如果七仔可以的话 那其他又可不可以 即是我在餐厅里面 都可以用这些即器的餐具 只要你的餐是给了钱 然后再在里面吃 那是不是和Donkey的原理一样 那是不是又是啪啪打念 我都觉得很丰头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多谢大家 拜拜